能够接受苦、空、无常、无我的道理 才能够成为正性的佛教徒 佛法的基本观念是苦 因为无常所以是苦 如果能够觉悟万法无常 便能马上解脱 不了解无常 不知道是无常 所以淹没在苦海 佛教对人生世界的一个看法 是虽然说是无常 但并不是说对这个世界冷漠 在传统声闻来说 他们会从无常窃进来 然后看到无常导致苦 所以说要厌离 要舍离这个世间 是传统声闻佛教 在古代印度的一个修行的一个氛围 那实际上 世尊是适应当时的时代氛围 提出这样的一个无常苦 然后厌离解脱的这样的一个教法 实际上世尊 他另外有他菩萨道的一个教法精神 那这也就成为后来的大圣佛教 兴起的一个法源依据 那实际上世尊的言行 还有当时他的大弟子们 也是很积极的在人间教化 并没有说只追求自己的解脱 所以就跟这个世间脱了解 所以说一方面我们尽管说无常 那是在告诉我们世间的一个真相 那积极的告诉大家真相 让大家有所预作准备 未雨绸缪 无常的含义是在这里 动机是在这里 预作准备 未雨绸缪 直到说世间的无常过途为翠 那我们早一点能够增加自己的生命的一个资料 预作准备 知道是无常就能理解空的道理 无常就是苦 无常就是空 无常即无我 这是佛法的基本道理 能够接受苦 空 无常 无我的道理 才能成为一个正性的佛教徒 法界新闻记者 来亚荣台北 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